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市区级示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机构 2022年各区50%以上街道要建设一家具有示范效应的普惠性托育机构 到2025年全市新增婴幼儿托位2500个以上 全市公立型和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占比不低于30% 其中公立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占比不低于10% 此外 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要全面落实休假制度 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产假 哺乳假 南方护理假等政策 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减少工作时长 实施远程办公等措施 为婴幼儿父母照护提供弹性工作制度 同时 倡导母乳未养以及未满1岁婴幼儿在家庭中照护 支持托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 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 就业指导以及技能培训